大家好,拜登的就职仪式20号就要开始了 现在台湾当局竟然还没有得到拜登就职仪式的官礼票 民进党当局直到现在仍未取得拜登就职仪式的门票 门都不让你进 台湾媒体报道,1月20号就职 台方往年通过美国的友好国会议员拿到出席就职典礼门票 但今年为安考虑严格 驻美代表处尚未取得入场门票 以前是吧,大家都来看 多你个不多,少你个不少,进去吧 今年不行了 今年你看这个严格以后啊 一严格了,得什么筛选 有些人咱就别去了 有些人你这个是不是可有可无的 比如台湾那些人,你就别去了 你凑什么热闹啊 所以就不发给他们门票了 所以驻美代表处尚未取得门票 台湾外事部门声称将持续争取 那我觉得这次争取很难了 为啥?它不同以往 今年这个大选是非常有争议的 而美国国内的这种对立 让民主党也非常紧张 以前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这些人啊 台湾这些人啊 哎呀,就当年可有可无嘛 是不是 来捧个场嘛 进吧,反正别人都进了 哥斯大利加那些人也进去了 是不是 阿萨白江,亚本亚那些人也进去了 你台湾也就进去吧 今年不同了 这就像以前有个老话讲了嘛 这个海水退潮的时候啊 你才知道谁穿没穿底裤 台湾穿不穿底裤啊 台湾穿没穿呢 这会看到台湾重不重要了 不重要 就紧着这个票啊 本来你看人来人数多 大家都去吧 人数少的时候得让什么 让有分量的人去 让关系好的或者必须去的国家 这些特使,大使馆的,你们去 有些国家的人呢 有些地区的人呢 也就不让你去了 那你看 台湾穿不穿底裤啊 以下扒光了 哎呀 台湾外事部门前负责人叫成建仁称啊 相信驻美代表处一定很努力 是啊 花钱都买不到 你想多努力啊 用尽一切关系再找邀请函 成建仁借口说 1971年至今 50年来驻美人员在积极经营关系 若在平时驻美代表处出席不成问题 那么今年疫情维安影响 新总统就职典礼规模是特殊状况 就是因为特殊状况才看出来 你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到底铁不铁 到底美国爱不爱你 你是小三儿 到生死时候啊 这钱得给原配 房子得给什么 得给自己家儿 这回台湾知道了吧 关键时刻患难见真情啊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你台湾人才能看出来 你到底是不是美国人的原配 美国人到底爱不爱你 关键时刻才是 才是真的 才是真正的 才是你表现的时候 才是美国啊 对你的这个真情流露的时候 看到了吧 你这个小三儿啊 我的妈呀 关键时刻就没你事了 那如果驻美代表处无法出席典礼 届时如果 如何向拜登团队表达赫议呢 还得祝贺 还不让你去 哎呀 对此呢 台湾外事部门声称 将会是美方就职典礼 规划 情形 以适当方式表示祝贺 台湾外事部门还期盼 拜登团队密切合作 在既有的良好技术上 持续稳健提成美台关系 那我呢 觉得 拜登这个管理啊 可能台湾人到时候会进取一个两个 高价买的票 哎呀 这种关系呢 咱们不知道人背后花了多少银子啊 但是我从这件事可以看啊 就到这个时候 你看可以比较一下 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事 就台湾有这个事 为什么 台湾人应该自己想想 你们呀 如果有点脸啊 台湾你们如果有一些脸面 真的啊 在这个 在这个堂堂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面前 如果有脸面 保证你这个脸面 不要去舔美国了 你看看美国对你这个态度 就是利用你跟中国人啊 做对 然后呢 他中间余力 结果你现在呢 热脸啊 贴个冷屁股 你看看美国对你态度 我觉得台湾人 你们自己要想一想 台湾人 你们真的要想一想 哎呀 有时候老说啊 这个中华文化在台北 在台湾 如果你真的啊 像有中国古人的那种气节的话 就不要去了 就不要去了 人家都不给你这个门票 你去干嘛呢 就像好你追一个姑娘 那个姑娘压根就来耍你 就来玩你就来逗你 压根也没想跟你过日子 就贪图你 是不是 贪图你家里边的东西 你还跟人家过 天天还 给人家买这个 买那 军售 买这个 买那 结果人家 跟别的男的结婚了 也没给你发邀请函 你自己还一定要去 台湾人呢 真的 你想想 我这个比喻啊 应该很恰当 你台湾自己还没脸 没羞没燥 自己要去 你去了以后呢 还得花高价 把人家这个姑娘 某个亲戚的这个 请柬给买下来 我高价买 我倾家荡产 我买这个高价 你别去了 我去 你去干嘛呢 祝贺 祝贺 祝贺完 那姑娘以后瞅你 我操 你来了 好吧 坐吧 你说你这一生 你是啥 就电视里 电视电影里 演那种备胎 千年备胎 人家姑娘跟着别的男的 又上床 又接吻 又搂 又抱 你做啥了 你在边上管理了 哦 啊 嗯 然后 心爱的姑娘 跟人家完事以后出来 哎呀 老王啊 把鞋拿一拿 你跟人提着鞋 你骚不骚电话 台湾人啊 啊 你骚不骚电话 有时候我举这个例子 真的啊 你仔细一想 就这么回事 台湾人 你们也是欺齿男儿啊 是吧 你们 你们也得教育下一代呀 你让台湾下一代怎么想你们 哎呀 正经事 他妈不干 就干这些偷鸡摸狗 美国爱你吗 美国 不爱你 嗯 真的 有时候觉得台湾人 本来我以为台湾人都是懂很多东西的 懂道理的 懂中国古代知识 现在我真的 咱们台湾人有一些是知道礼仪廉耻的 知道古人的古训 有一些人真的吗 是不要脸 我就是说实话 你看看我给你举的例子 这次不就是吗 关键时刻就不请你了 你还得自己花个钱 从别人那弄着门票 然后往里去 去完以后对台湾人宣称 哎呀 我们和美国关系很好嘛 你是得有多爱这个美国呀 美国给了你啥呢 能不能转变一下思路呢 你不爱美国一天试一试 行不行 台湾人 你不爱这个美国试一试 如果美国爱你 你不爱这个美国 美国也会来找你 因为美国得求着你 跟你有这个利益关系吗 你是不是也得利了 如果美国真的不爱你了 也不需要利用你了 那你就玩你自己的就完了吗 跟大陆谈统一 你台湾利益不就能最大化吗 大陆也可以跟你来谈统一 你可以跟大陆提条件 美国这边呢 也得跟你来提 你看台湾人没有这个说白了 爱拼彩虹营是歌里唱的 自己的不拼呢 为了台湾利益最大化 你应该两边都要好处啊 你不应该倒向美国一边 行了 我只能说这些了 台湾人能不能听懂 这很难 真正的为台湾利益出发 是不可能倒向一边的 一定是两边 两边都要好处 现在这个热脸贴这个冷屁股 太搞笑了